听到这话,陈阳直接摊手,既然如此,那就不用发掌了,趁着我们还没有变成奴隶,趁着我们还有资源,不如直接放飞自我,进行最后的疯狂吧,不用再奋斗,不用再拼搏了,众人听到陈阳的话,全都脸色难看,陈阳一巴掌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把那整张桌子都给拍成了粉末,陈阳冷冷地扫射全场,声音冷漠地说,现在,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我们也没有退路,只有奋力反抗,才有一丝希望,才有一丝可怕,生,或者死,这是一个问题吗? 不,不是,我们不会去选择死,如果谁愿意选择死,我现在就让他们去死,听到陈阳的话,众人神色一正,陈阳的声音愈发地高昂,各位,我建议强制飞行太空适应制度,如果有人胆敢为否,无论平复贵贱,无论等级高低,全部进行最穷法,轻则,发往火星挖矿,重则,直接放在太空飞船中,永久放逐,同意地举手,如雷一般的声音在大厅之中响起,震撤了整个大厅,在场的每一个人,全都脸色凝重,他们谁也没有想过,陈阳竟然会在这个 时刻发起这么重要的痛苦,而且,还说得如此的严重,但是,这个时候,谁也没有反对,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必须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如果在优柔寡断,可能整个人类种族都要付出巨大的难以想象的代价,孙部长直接举手表态道,我同意陈教授的提议,许世强同样举手表态道,我也同意陈教授的提议,我虽然不懂陈教授为什么如此的疾谱,甚至,在心底还认为陈教授的这个做法为反的联盟内部的规定,但是,我相信陈教授的为人,也知道陈教授既往 陈教授的功绩,相信他既然这么做肯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所以,我同意陈教授的做法,我也同意,我只相信陈教授,相信陈教授的做法比我更专业,相信陈教授比我更懂人类的路该死,我也同意,我也同意,陈阳看着一双双举起来的时候,眼神之中满是感动和意外,他以为会有很多人反对自己,会有很多人以不合规和不合联盟条例来反对自己,毕竟,他知道在很多西方人的眼睛,甚至,在现有的很多太空联盟的代表之中,有太多的人,都是认为制度比其他都重要的东西,可是现在 他们竟然放弃了心中的想法,全部无条件地相信自己,这是多大的信任,谢谢,谢谢大家,陈阳再次公身对着众人认真的贪心,陈教授,你就放手做吧,我们都相信,相信你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捧出这个困难,有西方代表说,陈教授,我们之前已经对你怀疑了太多次,而每次的质疑,我们都会付出喜的代价,这次,我们想要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陈阳再次公身说道,谢谢,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有人对着陈阳问,还有什么需要颁布的,还有什么需要执行的,一并告诉我们吧,我们也好去说吧, 我们也好去说服我们的民众,去贯彻执行,陈阳说,除了让每一个人都适应太空生活之外,我们还需要探索其他的可能,加大我们对周围宇宙的认识,加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开发成,也许,在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就掌握了百多困境的方法,没有意见,完全赞成,我们加强外太空的探索,同时,提高我们自己的钱,把整个社会的力量都扭转到太空资源汇聚上,以为太空探索提供更多的物质支撑,陈教授,你就指挥吧,完全停,在太空探索和太空发展上,没有 人比的上,是最专业的人士,我们都应该听从专业人士的意见,陈阳听到这话,看着众人在底下的表现,脸上赏不感动,谢谢,谢谢大家,很快,会议结束了,所有在会议上形成的共识,在各国以最快的速度分发和传达了下去,而随着他们的分发和传达,果然和他们之前预期的一样,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弹,甚至,多个地方形成了游行示威,很多人冲击地方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和破坏,当地的警局甚至都没有办法对这些暴乱者进行惩罚和管理,实在 太过了,陈阳直接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出动太空联盟军吧,让他们去处理,太空联盟军本就是世界各地的超能战士转化了,每个人都有以一当时的战略,想要阻止那些暴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相比于平定乱象,取得大家的谅解和理解是更加重要,也是更难的事情,而这个时候,那十一个被陈阳从外星救回来的那些人,这个时候被事实地推了住,我知道你们的想法,你们无非认为,现在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压缩了你们的自由空间,给你们强加了一个枷锁,但是,你们可 如果没有这些,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将大然无存,而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之前想要追求什么,到最后,我们都会成为别的种族的餐食,那个时候,我们所有都只能如同砧板上的鱼翼本,只能任由外星人活果,想死都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命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了,这个蓝星曾经的花花公子,好不容易被陈阳就回来制服,现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三观 男子再次说道,因为我之前被抓走,经历了太多外星人非人的折磨,所以,也更加痛散他们,也更加知道我们发展的情况性 不但是,其他那些被抓走又被陈阳救回来的,现在全部炸了出来,我们在被抓走之前,可能会因为身份的不一样,或因为财富的不一样,在这个社会中拥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当我们被抓走的那一刻,当我们被他们抓走,发光了所有的衣服,当我们被钉死在大字形的架子上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不同 我们都不过是食材了,被抓的男子说道,这神情有些颠倒,接着又吼道,我不想再成为食材,我不想再经历那种地狱般的折磨 所以,我会极力拥护太空联盟的一切决定,如果说之前太空联盟的声明或者警示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但是,现在这些归来者身上发生的事情则彻底警醒,再加上太空联盟军的镇压,所以,很快实现了转机 山姆教授对着在场中人说,现在,民众们对太空联盟的行动给予最大的支持和认可 他们期待着龙国的陈教授,期待着陈阳能够再次带领人类度负现在的一切 陈阳再次对着众人说,谢谢 谢谢大家所做的一切,现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所有人的力量都已经掉几几 李春来对着陈阳说,但是,陈教授,即使我们全力以赴,也还是现在的这个科技水平 甚至,连最基本的光速都达不到 到最后忙活半天,会不会发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就好像,古代的农耕文明,哪怕发现了装备了现代武器的敌人 疯狂地制造冷兵器,倒是,实际对战的时候,根本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听到这话,陈阳点了点头,李教授说得不错 如果我们一直沉迷于现在的科技,到最后发现 无论在现有基础上做得多好,都没有任何的作用 因为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对敌人造不成任何伤害 陈阳咬牙切齿地说,所以,我们必须要突破 而突破太空的关键也同样在太空之中 我会加大对太空探索的研究,争取在短期内突破现有的条件 达到和那些文明般手腕的地步 众人听到陈阳的话,一个个心中幸福的同事,却也在心疼 任谁都知道,最难的就是突破 可往往重大的科学或者技术,都是靠一个人来完成的 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 都曾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的未知区域 希望陈教授也能够完成这次的课 在场中人全都心中默默地祈祷 夜深人静 武静静和陈阳难得地偷得了一点现象的时光 坐在台阶上,抬头看着天上的星空 武静静把头靠在陈阳的肩膀上 你准备怎么做?陈阳说,去远处探索 我们的路在脚下,可我们的方向却在远方 根据我的技术,宇宙经格模型 想要维持稳定,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对称性 所以,我怀疑,在某种对称性之际 一定还存在其他的重度 我想看看,其他的重度之外有什么 听到陈阳的话,武静静沉默了 他不想陈阳离开 是,他知道陈阳必须离开 武静静一汉万分地说 真希望我也能够变成和你一样的太平战士 这样,下次再探索的时候,就可以和你一起 陈阳回头,亲吻了一下 放心,我没事的,很快就会回来 陈阳再次出征了 乘坐着穿越者号 独自一个人朝着太空深处而去 太空指挥中心中,李春莱山姆等人坐在那 脸上表情凝重 陈教授,你这次的DF187号行 目前太空望远近的100光年之内 没有收到任何的文明的信号 到时候,你可以仔细探究一下 这次陈教授是独自一人出发 他们的太初号宇宙飞船随后跟进 但是,速度太慢了 根本跟不上陈教授的角度 山姆教授说 希望能够尽快开采出足够多的材料 能够尽快实现太空飞船的光速飞行 实现文明的跃迁 之前陈阳告诉他们 之所以他的穿越者号无法批量生成 是因为穿越者号上的材料是独一无二的 目前蓝星上的材料 只能够制造一艘穿越者号 其他的无法供应 陈阳微微一笑 放心吧,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随后,便再次朝着DF187号心率前进 陈阳对着穿越者号说 开启生命扫描系统 穿越者号上的人工智能对着陈阳说 已经开启生命扫描系统200天文单位内 无生命存在 未发现有文明痕迹 建议宿主在往远处探寻 脑海中的系统直接对着太初号的人工智能骂了 闭嘴巴 瓜皮 宿主停了你的探查 纵然在跑200天文单位 也还是无法找到生命痕迹 陈阳对着系统问 那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宿主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了吗 宿主所在的空间 是一片独立空间 拥有金格状的空间结构 按照空间理论 在与一号虫洞相对应的的其他地方 肯定还存在着其他的虫洞 以维持这种空间平均 陈阳再次反问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太阳系 是在一个空间气泡中 系统对着陈阳说 宿主可以这么说 确实是一个和其他的心律不一样的独特的心律 拥有和其他心律完全不同的结构构性 像是被人专门独测设计 这像是一个避风岗 也像是一个囚龙 听到系统的话 陈阳彻底愣着 他现在知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没有探查到外星上 这么长时间 没有走出去 也很少有人走 陈阳对着系统再次问 我想要走出这个避风岗 是不是还需要像之前穿越虫洞那样 直接从虫洞穿越出去 目前来说 这是唯一的方法 如果宿主以后文明达到极高的层次 可以凭空开辟虫洞 直接跨心律航行 陈阳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是不是屁话吗 自己现在要是有这个本事 还用得着在这里急匆匆的探索外态度 用得着这样慌张的发展科技 用得着担心那所谓的六级文明 来强行入侵蓝星 系统说 宿主如果想要探寻新的主题 系统可以提供有偿计算 根据空间定位 寻找出其他的重度 请问宿主是否需要五波 需要多少科技点 六万科技点 陈阳一脸肉疼的说 怎么这么贵 六万科技点可以买好多好东西 系统对着陈阳解释 空间理论技术属于六级文明的科技 收取六万科技点 已经算是打了骨折的价格 陈阳无奈倒 好吧好吧 你赶快计算吧 现在那些外星人马上就肯定要过来 他必须寻求突破 另外也尽快地摸清自己的文明目前的处境 接下来便是漫长的本 即使强大如系统这样的智能和计算 也还是计算了很久 二十分钟之后 宿主猜测得不错 整个宇宙完全处于金格之中 而这个金格向着远方无限远时 无穷无尽 目前的算力 无法计算出他的终 而在金格宇宙之中 存在着六个程度 如同金格的定定 维持着整个金格结构和稳定 陈阳对着系统问 有完整的宇宙构造信息吗 我想要了解得更全面一点 这既然是已经花了钱的 就要把所有的信息全部找到 说不定漏掉的信息 就是以后对它们万分重要的信息 系统说 无法探测到全部信息 宿主所在金格宇宙的空间结构信息 已经压缩成数据 即将发送宿主 请宿主承接 陈阳点点头 来吧 接着 就感觉一股宏大的信息 如同潮水一般潮得太涌 陈阳看着已经多次解析 构造了金格宇宙 脸上满是震撼 那金格宇宙之中 有多层信息 无但有复杂的能量分布 物质占比 还有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分配等 而且 在这个宇宙金格之中的图景信息 都有明确的数字逻辑联系 这真是一个小巧而又精致的宇宙 看起来像是被人精心设计的一般 系统对着陈阳说道 陈阳忍不住感叹 设计 这得有多大的能力 不但设计了人类的蓝星 还设计了人类蓝星所在的星球 甚至 还设计了蓝星所在的宇宙图景 哪怕现在已经完全展现在它的密集 还是无法接受和相信 自己所在的太阳系宇宙的宇宙空间 金格是人为设计的 系统对着陈阳说 宿主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内容 把人类比作蚂蚁 把那个高等文明比作一个人类 人类想要给蚂蚁建造一个舒适 而又精心制造的宇宙 很容易 而那个更高等级的造物主 想要亲手设计制造一个 能够适应人类生体 又能够困住人类的地位 说不定比人类为蚂蚁 建造一个蚂蚁窝还要紧 还要容易 听到这后 陈阳感觉自己的三观再次受到了冲击 如此巨大的落差 让他甚至感觉很无力 宇宙之中 各个种族之间的差距 真的有这么大吗 陈阳忍不住再次确认 系统沉默片刻 随后 再次对着陈阳说 宇宙之中种族之间的差距 要远比人类想象的差距要大得多 原本人类只是一级都不到的文明 现在经过了这么久的努力 终于达到了光速的20% 而且 也能够在太阳系之中 利用各种行星 开发人类的太空基地 本以为这样的人类 在宇宙之中 不说是横着左 应该也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但是 在第七九二星域之中的遭遇 让陈阳心神大震 虽然靠着坑蒙拐片和系统的帮助 蒙混过关 但是 那四级文明的科技 还有武器威慑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甚至 有一种错觉 人类仅仅是追赶这些文明 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系统对着全阳安慰 宿主不必如此的悲观 不必如此的消沉 人类的境遇总归会慢慢编好 而人类的科技也在快速境遇 很快便能够追赶上来 听到系统的话 陈阳点了点头 这些压力 他只能自己承担 这些消极的程序 他也只能够自己效果 自我调节 担心无用 不如索性放手一搏 陈阳再次坚定了意志 自言自语道 接着 在六个虫洞定点中 选择了另外一个方位的经格点 陈阳对着系统论 这个算是二号虫洞点吗 如果按照距离计算的话 系统对着陈阳说 虫洞的距离都差不多 这个虫洞距离太阳系的距离更远一点 如果仅仅按照距离远近来排序 他只能排第三 还有另外一个虫洞 距离蓝星仅有85个天文单位的距离 但是 既然宿主已经到达了这里 那自然他排在第二位 宿主用命名权 都快要灭亡了 还讲究什么命名权 很快 陈阳就锁定了经格点的位置 陈阳说 朝着DS187号星域全速前进 之前获得了100弹的光子螢幕 再加上他所拥有的这个穿越者 耗宇宙飞车 耗能特别低 有极高的推进效率 所以 可以做好几个来回 又是一个多小时以后 陈阳再次发现了 而这个虫洞的位置 正好是距离太阳系85个天文单位的地 地面指挥中心 通过陈阳一路上释放的那些量子通讯性 他们也是能够保持与陈阳的沟通和联系 陈教授 明是再次发现了虫洞吗 陈阳对着指挥中心的人说 算是的 和之前的那个一号虫洞 这个地 乍一看和周围没有任何区别 但是 仔细通过数据比对就可以发现不同 这个地方就是二号人 听到陈阳的话 太同联盟中心的众人忍不住跟着光呼 山谷激动万分的水 陈教授已经初步掌握了宇宙地秩序 竟然可以通过宇宙环境 预测宇宙空间构造 虽然这些东西不是他发明和发现 但是 他是陈教授的品质 与有龙烟 其他人也都忍不住鼓掌 武静静透过那些监控设备 看向陈阳 脸上满是骄傲 孙部长在旁边谦虚地说 没有这么夸张 没有掌握什么宇宙地秩序 不过是掌握了一些小窍门而已 陈阳对着众人说道 对对对 小窍门 别人不知道 他还能不知道吗 连可控和巨变在他这里都是小窍 现在 通过观察一个虫洞 直接准确地计算出了另外一个虫洞的位置 管着叫小窍门 谁信谁是250 你打算再次进去探索 武静静站在镜头前 对着陈阳问道 眼神中满是不舍 虽然上次陈阳只是含糊其词地说了一下 在塔普星上面的遭遇 但是 从那些被掳走的那些民众下来 还有那些归来民众脸上的惊恐 足以看出那些外星人的惨暴 而从这样的外星人手中 不但扶着个的回来 还带回来的之前被他们抓走 这其中的凶险和困难 根本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而现在 他又要进去 还是独自一人 这让武静静怎么可能不担心 陈阳对着武静静笑着安慰道 没事 我自己有把握 也有分寸 放心吧 肯定会没事的 随后 穿越者号再次放下了一个微型量子通讯器 接着和太空指挥中心的众人摆了摆手 等我回来 陈阳说完 身影便彻底消失在了那片巨大的黑影前 太空联盟指挥中心 对着太初号指挥道 太初号宇宙飞船 加快速度 务必第一时间行进到目标点位置 等候陈教授归来 太初号的新任舰长中阳回答道 太初号收到 太初号收到 陈阳再次驾驶着穿越者号 穿越了二号冲动 和第一次穿越冲动是一样 穿越的时候 整个人晕晕乎乎的 而在他的眼前 则是无数的光影 仿佛穿越了几个世纪 又仿佛只有一瞬间 你上次不是说利用暗物质时空转换方程 可以抵消时间的轻视 避免终漫持短效应产生吗 陈阳对着戏 为什么我上次穿越一号冲动的时候 感觉只过去了两三天的时间 可是在穿越回来的时候 他们这里已经过去了三个月 虽然我静静一直没说 但是 陈阳知道 他心里很害怕这件事 他很怕自己葬 时光已过百年 到时候 如果所有人都不存在 他也不存在 那将会是一件 多么孤独可怕的事情 系统对着陈阳解释的 主要的时间损后 全部产生在了出去那一头 因为光子燃料本身缺 穿越者号飞船 无法提供暗物质的时空轻视法 所以 导致速度所在的时间 比蓝星所在的时间要慢走国北 而再回来的时候 系统拥有丰富的光子能量 所以 可以有效抵抗中慢效应 从而保持和蓝星时空可能 意思是说 只要有了光子燃料 就可以有效抵消这个时空效 再也不会出现时空变慢的情况 不错 所以 请速度关注光子燃料的存储 一旦发现缺失 即使补充添加 陈阳再次问 穿越虫洞时 还有飞行时 哪个耗能更高 自然是穿越虫洞时耗能高 因为环境负责 又需要对方时光清洗 所以消耗极大 大概是正常航行消耗的十倍 穿越者耗是全阳最大的一种 如果因为没有光子燃料 导致穿越者耗无法行使 或者无法使用 到时候他连假扮五级文明的机会都没有 陈阳对着系统再次问道 我这一百弹光子燃料能够使用多久 你宿主这样的使用方式吧 恐怕把宇宙金格的周围全部弹 也还是使用不完 听到这话 陈阳的脸上露出了惊喜 这么耐用啊 当然 这可是五级文明的科技飞船 能源利用率极高 而且 这些光子燃料本身是利用高压和燃料特殊条件性生 比喻蕴含的能量 足以把蓝星砸成一块块小的陨石 现在只是做一些远程旅行 自然是使不完的力气 陈阳有些兴奋 哈哈哈哈 那就好 我还担心跑着跑着回不来了呢 现在的宇宙环境极为复杂 地零一号从洞外面 第七九二星域 那么多的四级文明 甚至还有更多的三级文明 之前就曾有摩西族的飞船过去 如果再有其他的文明碰巧走过去 到时候对蓝星来说增加了暴露的风险 如果发现蓝星的种族再是一个高等级种族 那就彻底的灭底之灾了 现在的蓝星 可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如果燃料充足 自己随时可以守护在蓝星的周围 一旦发现蓝星周围有什么大的变地 或者异常情况 可以随时进行支援 不过 系统又对着陈阳说 虽然一百弹的光子燃料可以使用很久 但是 宿主还有宿主所在的文明 必须尽快提升文明等 否则 恐怕无法在这个巨大的浪潮灾难中存活下来 如果到时候真的到了那个危机的地理 我只能保证救下宿主和宿主的家人 其他的任何人都无法补证 听到系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和家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哪里还有归属感 一直过了多久 可能是一瞬间 也可能是过了好几个小时 陈阳再次睁开岩州的时候 发现自己眼前的那种无惩的光线 规聚在一起组成的万花筒形状的穿越者 平时的视觉中极消失 他和穿越者再次置身于一片肤解 又陌生的星系之间 就如同同坐一艘孤舟 飘荡在平静的大海上 虽然现在的海面平静无多 可是那种安静空旷和静 如同一只远古的补兽 好像随时可以把他昏尸一半 陈阳看着眼睛的这一切 脸上闪祸惊奇 这就是DF187星域吗 陈阳对着穿越者号命令 对现在的位置进行定位 穿越者号人工智能的声音响起 位置定位中 两分钟之后 人工智能的声音再次响起 此地距离蓝星7.5光年 周围200天文单位内有4级文明 三级文明有5段 二级文明56 一级文明320 此地矿藏相对平息 很多星球什么都没有 没有任何的开发架势 听到穿越者号的话 陈阳还没有来得及发表意见 旁边的系统直接脸上露出了不笑 说你是瓜皮 还真是瓜皮 这个星域的三个三级文明 聚集在三个不同的方位 很明显是经过了协商和分配 而那56个二级文明却分布了将近 距离三个三级文明都有一定的距离 说明 这些二级文明彼此之间有极强的联系 一级文明的分布就有分散 完全是自然流露的结果 所以 可以肯定三个三级文明 在这个星域拥有绝对的话语去 而且 对低等级文明 尤其是一级文明的压迫比较厉 不过因为三级文明的管理范围 也同样受限于管理成等 和星际旅行成等的限制 所以 它们分散在不同的位置 而那些二级文明 则是抱团取暖 独立于二级文明和三级文明之外 听到系统分析 陈阳忍不住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这就叫专业 无愧是起点智囊 陈阳忍不住搓着手 一脸期待地说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直接冲进三级文明那里 再去讹诈一批物资 上次扮演五级文明 碾压一切的感觉让它很失留恋 忍不住想要再来一次 系统有些无语 不过它改用一种 寻寻善诱的语气对着陈阳说 这次和上一次完全不一样 上次是面对四级文明 四级文明已经能够制造出一些 对穿越者好有用的东西 毕竟 只有一个文明带上 但是现在 我们面临的都是一些 三级文明的穷村破烂 宿主冲进去抢什么 抢他们真正的破烂吗 而且 虽然三个三级文明 和宿主所在的文明 同属于三级文明 但是因为文明标准完全不同 所以 根本不具有借鉴力 抢回去 就真的是一堆破烂 听到戏 陈阳傻眼了 本来已经撸起袖了 准备大干一场 结果告诉自己 这些只是一些无用的破烂 那还在这里干什么 陈阳有些不甘心地说 难道这次就这么凶手的龟 我们可是已经搭进去 这么多游戏 来到这里 可是耗费了这么多的光子 自然不能空手而归 宿主是那种 出门不解二扶决的丘解 自然不能让宿主失望 对于已经发展起来的文明 最重要的文明成名 而对于未曾发展起来的文明 最重要的是原材料 此地偏僻 仅有一个一级文明 而这个文明又距离 二号成都如此之境 不如及早控制 或许殖民谈 就是对宿主最大的收获 而且 这个一级文明所在的心 有一颗红矮心 这可是彩绝和炼制光子 燃料上好的材料 无论途哪个方面 对宿主来说 殖民这里 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 陈阳有些气愤的反应 啥叫出门不解二扶 就觉得丢弃 我有这么爱贪小便 不过 听到系统的建议 他的脸上忍不住论他们 陈阳忍不住点头道 你说的对 这个地方距离二号虫洞太近 等于是太阳系 金格宇宙的门户之地 如果这个文明能够为我损 对太阳系的安全有巨大的 走吧 就按你说的 先去看看这个一级文明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把它收入囊中 本地偏僻 只有一个一级文明 身在红爱星0.8个天文单位的 种族为虫祖 母星为古德星 星球全年温度极低 最高温度在零下20度以 最低温度可能达到零下80 宿主想要收服这个种族 应该 陈阳兴奋地说 前往古德星 他现在已经在想起 自己驾驶着五级文明的飞服 如神一般降临在古德星的上 所有的古德星虫族居民 一个个抬头仰望 眼神中满是崇拜 等着自己收服 想到这里 他已经忍不住想要笑出来 很快 陈阳就在穿越者号上 看到了那个巨大的红爱星 如此的耀眼 让人无法忽视他的光芒 而后 陈阳看到了在红爱星的不远处 有一个小小的星球 那个星球整体都是土黄色 看起来有点像是太阳系的土星 不过却没有土星漂亮的土星环 而在这颗小小的星球外面 漂浮着薄薄的一层大气 大气看起来有些草率 如果把蓝星的大气 大气层看起来就像是叫花子身上的破骨 已经破烂的都不能算衣服 陈阳驾驶着太空飞船 穿越那一层草率而又寒酸的大气 直接朝着陆地上降落而去 地地地 天空中响起了几声警报声音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陈阳疑惑的 连个战斗机这样的飞行器都没有 这国防也太差劲了 好歹已经检测到了我的飞 怎么着也该出动战斗机 并且全体警戒 怎么连个毛都没有了 正在疑惑的时候 穿越者号的智能系统突然显得走 报告 检测到三级文明痕迹 检测到不属于该星球的宇宙飞船 或许有其他文明存在 穿越者号自动启动隐身功能 听到穿越者号的提示 陈阳整个人一乱 三级文明痕迹 三级文明的宇宙飞船在这里 啥意思 难道被人截足先登了 陈阳自语后立刻下列 继续靠近 保持隐身状态 是 回后 穿越者号便降低了速度 改变了方向 直接朝着三级文明的宇宙飞船而去 不过是 打开了远程探测 几乎是瞬间 高头锁定了那一艘三级宇宙飞船 再一看那飞船所在的地 正是它们的母红潮雪 而且 就在潮雪的上方悬崖着 下方还有无数的组 不服在地 仰头看着天上的三级文明 表情复杂 有愤怒 有位子 还有无奈 那艘圆盘形的宇宙飞 飘伏在众多充足的头顶上方 为首的一个顶着一双 黑色触角的虫子 对着底下的母虫成桃子 这已经是第三次来到你这里 我不想再来第四次 也不可能来第四次 你们必须把生存税搅担完毕 否则 我们便执行文明重启成事 让这个星球的文明直接重启 地面上 一个体型明显比其他的虫子 更大的母虫 对着头顶的曼巴虫 使者祈求道 呼巴大人 我们实在凑不出这么多的生存税 我们星球好不容易 从南荒文明月迁到一级文明 全体民众已经进行了 最大程度的生产和奋斗 但是 限于种族生产能力 根本交不起这么高的生存税 我们全年的生产总值 也不过才十个数字星币 而你们曼巴族 却要生生戳走八个星币 我们根本没法活呀 能不能给我们减免一起 曼巴族的大虫子 不敢摇晃在自己脑袋上的处子 脸上满是愤怒 无能 真是太无脑了 整整一年的时间 你们竟然才能获得八个星币 连缴税都不够 还留里没有何用 不如直接收回星球 交给其他能让他产生 更多数字星币财富的笔 母虫贵族在地面上 对着乎巴哀求 乎巴大人 求求你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我们一定努力 延长工作时间 提供族内税收比例 保证下次能够完成贵方的要求 并且 把这次的也全部给还上 飞船上 高高在上的曼巴族十九 乎巴对着母虫居高临下的手 下剑的虫子 你们活着 也不过是浪费 不如直接死去来的彻底 正好有其他的二级文明 盯上了你们这块土 可以卖给他们 卖上一个好价钱 随后 再次一挥手 三级飞船上的激光武器 已经对准了地面上的虫子 母虫在巢穴前方 对着乎巴再次祈求道 乎巴大人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回应他的 只有一个巨大又冷酷的炮弹 炮弹落到地面上 立刻炸起一个巨大的火球 成千上万的虫族 被火武器给烧了的通透 地面上原本被扶着的 不合虫 遭遇了重大损失之后 在母虫的呼叫指挥下 全都散开 各救各位 接着 一枚枚导弹生火 每一枚导弹上 都携带着一枚魔物弹 那些导弹 带着愤怒的呼叫 跑着三级文明 万八重足的飞船 飞了过去 砰砰砰 可惜 还没有靠近飞船 就直接在不远处 彻底爆炸了 随后 他们看到一个 把他们的飞船 包裹在里面的巨大 模样呼召的 这次飞船的火 因为这层呼召的组组 那些导弹 无论多快的速度 无论多大的威力 都被他给拿了下 而他所释放的火 把地面上的一切 化成了地狱 无数的捕德虫 在火焰之下化为灰烬 捕德虫五虫 对着天空中的 曼八重嘶吼 曼八重 魔鬼的曼八重 我诅咒你们全族灭亡 吸引爆裂 永久不得遗传 曼八重足的呼召 坐在飞船上 高高在上的 如同一个君王 无能愚昧 未开化的弱者 还会使用诅咒 如果诅咒有 还要科技带什么 三级闻明曼八重足的人 坐在飞船上 看着底下的古德虫竹 脸上满是傲慢和蔑视 看着那古老而又无用的 蘑菇蛋抱着 脸上更加嘲笑 曼八成的呼叛 对着底下的古德虫竹冷笑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科技代差是最让人绝望的鸿沟 在我的面前 你们不过是某野而已 没有一点生存的可 放心吧 我会用最新的科技 让你们在最小的痛苦跟死去 你们死后 我会把你们无用的基因片段 销毁一干二字 绝对不会让你们这些垃圾基因 去污染其他的生物 放心的死去 陈阳坐在穿越者号上 看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 整个人都愣住了 啥意思啊这是 上次让自己去走到 四级闻明的塔普心 去做强盗和图 现在 却在自己的面前 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是要自己干什么 这时 系统对着陈阳说道 宿主不觉得这个时候 及时的出手 能够恩威并失 成为古德虫族的救治主吗 他们这个种族虽然科技能力比较差 但是 胜在老实 如果由这样的种族看守者 二号冲动的大人 可以实时监控这里的一切 可以更好地保卫太阳系不受侵犯 及时出手 做救治主 陈阳愣住了 这合适吗 陈阳说 我不想做什么救治主 宇宙间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我还没有伟大到去做救治主的地步 不过 如果能够通过拯救他们 给太阳系找到一个门神 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用得好 可以替速主好好的跋手 绝对不会出现大的纰漏 甚至 后面还可以通过速主的科技 直接把他们发展成附属文明 这样 就可以永久地控制他们 永久地控制 怎么控制 不是说会有科技爆炸吗 陈阳有些担心地说 万一 我们提供的科技太多 到时候他们发生了科技爆炸 科技力量直接超越我们 那岂不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 需要速主去提升他们的科技 陈阳愣了 这是什么逻辑 系统对着陈阳解释 科技的发展 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没有任何捷径 如果这个古德虫自己发展 奇缘巧合 或许 他们真的可以发展成高级文明 甚至可以发展成威胁到所谷的文明 但是 一旦他们的科技由速主文明提供 就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仅有科技 却没有基础科学 到时候 想要更近 几乎不可能 反而要去反推基础科学 这种情况 几乎很难完成 效率太低 也没有什么产出 所以 很少有文明愿意走 那个时候 他们这个种族在科技上将会彻底依赖龙宿主所在的文明 再也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 听到系统的话 陈阳恍然 拔苗助长 可能这就是科技界的拔苗助长 进步其实是倒退 陈阳对着系统再次问 宇宙间的很多文明 是不是就是这么发展他们的附庸文明呢 不错 掌握了基础科学 掌握了科技标准 才能真正的掌握话语组 才能真正的创新变革 否则 永远只能停留在别人建造好的盒子里 及时能够做出一点好的东西 可也总是无法超出别人限定的档子 听到这话 飞行科技殖民的先决条件 就是指给科技者 不告诉他们背后的科技逻辑 陈阳点点 我想 我大致知道 那就出手吧 争取把他们变成蓝星的第一个文明附庸 随后 驾驶者穿越者号 直接朝着那艘漫巴虫族的飞船快速靠近 眨眼之间就已经降落在了 那艘宇宙飞船的上方 你高高在上看着他们的时候 可曾想过 在你的上方 还有比你更高的文明 同样没有把你和你的种族放在眼里 陈阳驾驶者的穿越者号突然出现 如神一般 虽然穿越者号的体型较小 但是 那更加完美的外星 还有那近乎完美的光学隐身效果 更有可以屏蔽所有电磁波探查的电磁隐身功能 无不招视着 他那强悍的实力 漫巴虫族的呼巴 看到陈阳突然出现 整个人脸上一片惊恐 声音都有些打扎了 宇宙通用语都说得有些不利索 你是谁 我是谁 不是你有资格知道的 你只需要知道 现在 你在我的地盘上 威胁伤害我的附庸 现在 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陈阳的声音如同一个天神 对那个漫巴虫族的人做出了裁决 无法对着陈阳不非不亢 不能这样 我是漫巴虫族 这里是我们漫巴虫族的领地 他们也是我们的附庸 我们有高等文明裁判所颁发的殖民证 这里是我们的星际殖民族 您虽然拥有更高的文明等级 但是也不能如此的不守规矩 高等文明裁判所 陈阳冷笑一声说 什么狗屁的高等文明裁判所 我连他们裁判所的议员都不放在眼 你认为 我非认他们颁发的东西吗 您不能这样 您这样做事与整个DF187星域的文明作对 我们虽然是三级文明 但我们的上述文明是摩西文明 您这样的破坏宇宙规则 摩西文明不会答应的 啥 摩西文明 陈阳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里是DF187星域 摩西文明在另一端的 D792星域 和这里差了好多地方 能够控制到这里来 曼巴虫族的呼爸见到陈阳停顿了片刻 以为他是害怕了 再次对着陈阳说道 我们互属于摩西文明 而摩西文明是高等文明裁判所的议者 更和半人马兴系高等文明裁判所的 六级裁判长文明有很深的联系 所以 哪怕您是五级文明 或者是六级文明 我想 您也不该对这个星球有觊觎之心 听到曼巴虫族的那个家伙的话 陈阳整个人愣住了 差点以为自己再次回到了蓝星 系统对着陈阳解释道 利益之争 势力之争 势强凌弱 以大气象 这些可不只是蓝星文明的专属 同样适用于宇宙文明 流氓文明 强盗文明 骗子文明 还有各种无赖文明 应有敬意 所以 宿主不要惊讶 蓝星是一个小宇宙 宇宙也不过是一个更大的人心 陈阳嘴角微微上扬 哈哈 你要这样说 那我知道怎么做 这个宇宙社会学一下子变得简单了 反正 还是谁强大谁有理 不错 只是这个理比之前还更强 因为 之前的蓝星还有 还有普世道普 还有伦理 而宇宙中没有 只有利益 只有强弱 只有生存之争 明白了 陈阳认真的点头 随后 嘴角挂起一丝冷笑 陈阳对着曼巴重族呼吧反问 你刚刚说 你们是摩西文明的附庸 不错 我们是伟大的摩西文明的附属文明 伟大的摩西之主扎一 是我们现在的主人 我们因为他们的恩赐而强大 因为他们的恩赐而繁荣 也同样因为他们而自豪 曼巴重族的呼吧 提到摩西族的扎一的时候 眼神中带着狂热和重吻 如同一个狂徒一般 那你可知道 不久前 我曾一巴掌把你们伟大的主人扎一 一巴掌扇在了金币上 大大 你敢辱墨我们伟大的神 呼吧听到陈阳的亵渎之后 一脸的怒容 就好像打在扎西的脸上 你打在他的身上还要让他奋你 辱墨 陈阳冷笑 你也留下吧 现在把飞船降落在地面上 趴在地上投降 我可饶恕你的性命 把你的基因信息保存下来 通过和系统沟通 在整个宇宙之中 不管是对一个种族 还是对一个种族的个体 毁灭基因信息 都是他们最绝望 也是最恐惧的事情 陈阳的一番好意 并没有得到呼吧 反而更加激怒了他 呼吧叫嚣着说 我代表曼巴族 代摩西服 向你讨伐 你要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生存和基因的代理 哼 他的话音落起 随后就看到一道白光声 那道白光 从穿越者号上发出 如同一道白色的光珠一般 瞬间穿透了 处在他身下的 那个万八层的飞船 呼吧整个人傻骂 刚刚还飞行在空中的飞船 现在被破坏了船体 动力系统瞬间吸呼 整个飞船快速下坠 他的脸上满是惊猛 避避 呼吧的口中 骂出了难听的阴姐 虽然听不懂 但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砰 那巨大的比穿越者号 还要巨大的飞船 重重地摔在地面上 直接扬起高高的尘埃 而在他的周围 全都傻傻地看着这一切 彻底愣住了 刚刚还只有一艘飞船 现在怎么突然又多了一次 而且这一艘新出现的飞子 似乎比摔在地上的飞船 拥有更高的科技时 拥有更强大的武器 眨眼之间 那个强行奴役他们万八虫 一万多年的万八虫组的飞船 在他们的面前 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连上面的食指 只见生死不知了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 不知道这个新出现的飞船是谁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不过 这些不重要 先把那个奴役他 欺负他们的那个万八虫的特使 不把救出来 这个残暴的凶恶的魔鬼 竟然要灭杀他们所有的古德虫 还要彻底地毁灭他们的基因信息 让他们在宇宙中永远地消失 古德虫的母虫 嘴巴上的两个大大的口气一开一盒之间 不停地喷出口水 显示出他内心的愤怒 把他给我拽住他 我要让他们死 我要把他的彻底的化成灰 随着他的一声令响 周围的那些虫子 直接蜿蜒着匍匐着 飞行着超那个坠落的 曼巴虫的飞船涌不过去 在古德虫快要靠近的时候 那个曼巴虫飞船上 直接补起一道透明的能量罩 那能量罩如同尖刀利刃一般 凡是靠近的古德虫 全部被切割成两半 黑色的血液流得的到处都是 咕咕咕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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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那些古德虫再次狂叫 不过围绕着能量罩 却不敢再靠近 陈阳忍不住吐槽的 还真是废物 都已经坠落了 都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他的这个全反射激光网能量罩 有二代方舟反应堆提供能源 至少可以维持一千年 而在飞船降落的时候 他们已经发射了求救信号 在一千年的时间内 绝对可以把他给再次救责 这科技代差简直太让人绝望了 如果我不出事 就现在这个情况 飞船坠落 与航员昏迷 仅仅一套飞船自带的制度系统 还有自带的防御体系 就让相当的代差的古德虫 无能为力 没有那个实力 就算把好东西放在你面前 都无福享受 陈阳摇了摇头 算了 既然以后要收复他 就索性再帮一把 随后 穿越者号飞船上的光子炮再次起 又是一道刺眼的白光闪 那足以切割一切 仿佛连天他都能挡得住的激光能量罩 在碰到光子炮的轰击时 如同豆腐见了真一板 迅速被轰得粉碎 一击过后 那个飞船彻底熄火了 能量罩消失不见 露出了飞船光泽而又致密的外壳 陈阳对着底下的母虫喊话道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抢 听到陈阳的提醒 那刚刚被震撼到的古德虫的母 迅速从震撼中反应过来 咕咕咕 一阵急促的声音响起 随后 那些围在周围的古德虫 再次铺天盖地地朝着曼巴虫的飞船 扑了过去 几分钟之后 那个飞船只剩下一条大龙鱼架存在 其他的被拆得干干净净 就连那个呼巴虫 也只剩下一个空皮壳 陈阳看着这让他震惊的一幕 忍不住咋舌 妈的 这些家伙都是属蝗虫的吗 耀武扬威 高高在上的曼巴虫族呼巴 先是被陈阳的一炮轰杀到了地面上 随后 又被一炮轰掉了外面的能量保护罩 失去了能量保护罩之后 更是一点依靠都没有 甚至连一个最基本的三级文明的尊严 都没有办法保护下去 直接被那些围观的古德虫 忽天待地地的围杀 顷刻之间 变成了一堆壳子 连他的飞船都只剩下一个大龙鱼 其他的全都被拆得一干二净 陈阳忍不住择死 这些古德虫都是什么样的口气 怎么这么厉害 刚刚他看得清楚 这些古德虫拆那个三级文明的飞船的时候 什么工具都没有 土口拆掉了 很多坚硬的物质和连接点 都是完全靠一张巨齿一番的口气给弄开的 偏偏这样的文明 竟然还净化出了科技 而且达到了一级的文明的状态 如此暴躁的脾气 没有因为相互之间的不和 把整个星球给炸掉 陈阳从刚刚的事件中 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些古德虫暴躁的情绪 什么高压之下的唯唯诺诺 高压之下的服从 完全不存在 曼巴虫的呼叛用毁灭性武器对准他们的视频 他们可是连一点犹豫都没有 哪怕明知道没有获胜的可疑 还是毫无顾忌 不怕死的冲上去 一副拼尽全力也要和对方同归于尽的架势 陈阳有些不确定 把文明的入口交给他们看守 真的合适吗 陈阳想了想摇摇头 算了 先谈谈试试吧 如果实在不行 就直接一发入魂 让他们彻底消失吧 随后 他驾驶着穿越者号从高空中慢慢落下 其他的那些古德虫 全都神色复杂地看着陈阳 有一种对高科技文明骨子里的恐惧 但同时也心怀期待 毕竟相比于动革 要将他们的基因都彻底毁灭抹去的万八虫族来说 眼前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种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外星人 刚刚救下了他们 尊敬的外星使者 请问您是哪个种 为何会降临在我们的国心 您刚刚救下了我们 需要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陈阳的飞船刚刚落下 母虫的声音直接响起 而且用的还是宇宙通用 果然大城市的文明就是不一样 不像他们偏僻的太阳系蓝星文明 若不是自己 对宇宙通用语根本一如所知 而对方才一个一级文明而已 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国际语言和陈阳交流 陈阳非常惨诚而又无理的事 我来自遥远的昆仑口 至于为何会降临在你们的国心 我只是顺路而已 就像你们 也不过是看你们顺 顺手而已 至于你们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实在想出 你们这么穷酸落后的科技 能够拿出什么让我满意的东西 听到陈阳吗 站在台上 竭力维持着自己种服高傲和体面的母虫 母虫再次昂起头颅 一脸傲然地看着陈阳 既然如此 请客室大人赶快离开吧 我们没有什么能够报答您的 也没有什么能够支付给您的 不希望再让您牵涉进来 不久之后 这里或许会爆发一场星战 让自己直接领海 这么有骨气 陈阳再次直白的时候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说的星战 应该就是三级文明的 曼巴族的飞船降龙吧 你们连一艘太空飞船都对付过人 他们如果出动一个箭子 到时候你确定是星战 而不是屠戮 骨虫对着陈阳说 纵然可以杀死我 只想征服我们 我们会死战到底 纵然不能给他们造成伤害 也还是会以最强的战斗姿态引战 告诉他们 我们古德虫子不是很欺负的 听到母虫的话 陈阳差点被过气去 这确定是母虫 不是一个二伙 那个 我想问一下 你们古德虫族 都是你一个人说了算吗 不错 古德虫族全体虫族 都会执行骨虫的命令和意志 陈阳问 你当母虫多久了 那个母虫的身体颤动了一下 陈阳笑着说 别误会 我只是单纯的好奇 母虫对着陈阳不服气的说 我刚刚继承王位三个月 虽然如此 但是 我已经完全继承了上一任母虫的一切 包括科技知识 宇宙认知等等 所以 虽然只有三个月 但是 我所拥有的和上一任母虫差不多 似乎 他非常在意这一点 所以 说完之后 眼神一直盯着陈阳 观看陈阳的反应 才三个月 继承王位三个月 就差点带着整个星球去复死 还说已经继承了母虫的一切 他算是明白了 有这个好战狂妄的母虫带着 能活三个月 已经算是稍高香了 陈阳笑了笑说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虽然只有一级文明的事 却感无畏地像三级文明亮 在整个宇宙中 你们都是少有的稀奇存在 听到陈阳的话 母虫紧紧闭合的口气再次散开了 似乎整个虫都放松了不少 谢谢 尊敬的特使大人 自从灵将灵在上方 我就知道 是一个睿智 没有眼光的人 顺毛的脾气 必须夸奖才行 陈阳接着又说 正因为我看中了 所以 我不想看着你和你的族群 彻底消失在未来的新战 我想要和你们建立合作关系 给你们提供科技 提升你们的能力 让你们几块发展 但是 你们必须为我提供 附近星域的一切信息 母虫一脸意外地对着陈阳 我的意思是 和我们合作 而不是 直离 似乎他根本想不到 陈阳这样的一个高等级文明 竟然会如此 屈尊效果 虽然他表现得极为高傲 但是 内心深处 还是无法掩饰对全阳的境界 全阳对着母虫点点和说 当然 昆仑图是最爱好和平的种族 一向强调 有德福 从来不会强行霸占 除非对方招惹了我们 我们才不得已如此 听到陈阳的话 母虫愣了片刻 他虽然当当继承王位三个月 但是 从母虫那里却传承了几百万年的记忆 宇宙中各种各样的种族也见了不少 各种各样的稀奇事 听了不少 说自己是和平种 德福人那从来没有啊 德是啥玩意儿 能够维持生存能量吗 能够让飞船跑得更快吗 倒是骗子文明遇到了不少 但要说是骗子文明 好像也说不过去 对方是比曼巴虫更强大的文明 有什么需要欺骗自己的必要吗 对不起 尊贵的昆仑族特使大人 我们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子 您的给予和您的索取不一致 我没有办法答应这桩交易 陈阳忍不住反论 有便宜都不占 母虫对着陈阳再次拒绝 我的先祖用几百万年的经验告 贪小便宜吃大亏 所以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答应你 拒绝陈阳的时候 他表情中还很是不舍 毕竟 自从自己登机称王以来 整个DF187星域的文明 无论是曼巴虫这样的三级文明 还是其他的二级文明 甚至是他们这样的一级文明 都没有对自己表示祝福 甚至很多文明都扬言 自己是自己文明的灾难 只有眼前这个特使大人 给了自己最大的欣赏 这种感觉 真的太让他享受了 上一任母虫死亡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味过这种感觉 陈阳也是大无语 好不容易想要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 做一个救世主 做一个给予多过索取的救世主 偏偏对方还不让 这时 系统的声音适时地响起 宿主不必苦 名字大了什么鸟都有 宇宙中的很多文明 都是奇葩的存在 既然他们愿意等价交换 那就满足他们 他们古德星的不远处 有一颗岩浮虫的星球 那是红矮星的产品 有星球在上面建立了矿场 里面的红星矿 是生产光子燃料的必对物质 让他们去挖矿吧 听到这会儿 陈阳眼神一惊 红星矿 生产光子燃料的物质 陈阳忍不住说 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的话 我就直接让他们去挖了 哪里还会仅简单地 建造一个宇宙设小头这么紧 宿主不会是想通过 自己建造挖矿机 去挖矿炼制光子燃料的 陈阳反问 难道不可以吗 虽然现在已经有了 一百单的光子 但是 这些燃料总有用完的时候 而且 随着光子炮的时候 这种消耗速度 会再次大幅度增加 所以现在必须及时地 补充光子燃料的资源 如果真的能够通过 挖矿提炼光子 倒是可以为以后 飞行更永远距 进行更彻底的宇宙探测 提供物质爆炸 系统对着陈阳再次说 别傻 挖矿炼制 哪有请夺来的口误 宿主可是拥有 五级飞船的高等级文明 不要丢了自己的体 只有低等级的文明 不必要碰这个 无极文明的体面 陈阳愣啊 这么庸俗的吗 连挖矿都牵涉到体面的事 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通过挖矿 炼制光子燃料的产 一年可以产生 一旦左右的 陈阳一脸震惊地问 一年才一旦的产量 怎么这么低 没搞错吧 系统忍不住总操当 这就是宇宙中 减破烂的工作 宿主真当能够发财 提炼光子燃料 听起来这么高级的问题 在系统的口中 七年变成了减破烂 陈阳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过也懒得和系 再多说 大不了以后 照他说的做就是 自己提炼 哪有开着飞船 到处起 劫难得快 随后 对着古德虫的母虫 再次说道 说实话 我真从你们这里 看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但是 我比较欣赏它 所以 就勉为齐难地 促成这个交易吧 你们的那个木塔星 上面应该有一个 红星矿吧 如果你们想要 平等的交易的话 就把上面的 红星矿石交给我吧 好 成交 你每年需要 我们上交多少矿石 陈阳一脸不屑地说 无所谓 我主要是看中你这个人 什么矿石傻的 我压根不在乎 听到陈阳的话 那母虫激动得浑身颤抖 巨大的口气一开一弧 下腹出有明亮的液体流出来 尊敬的特使大人 是否有一项 在这里留下基因信息 陈阳感觉有些反畏 特使大人不要误 我可以性别自动转换 绝对不让特使大人为难 母虫一边说 口气出我还不停地流下口水 住嘴 我以后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 在我们的文明中 这是对我最大的亵渎 母虫愣住了 生命的交融 多么伟大的事情 怎么就变成了亵渎了 什么怪异的文明 怎么会有这样的理念 太远念了 母虫在心中一阵阻止 不过随后也就不再多说 这时陈阳突然收拾 你们也休整了下来 我这里已经检测了 有大批的外星战舰 正在朝着这边飞速 估计是漫八重的外星人 过来抱着 你们马上就有活干 听到陈阳的话 母虫头上的触须 再次抖动了一眼 脸上闪过一丝疑惑 很显然 他的那些探测社会 没有探查到 任何外星战舰到来的信号 陈阳无语 有那些破烂 能够探测到 三级文明的宇宙飞船的信号材 全体准备 准备迎战 母虫再次回到自己王座上 看着底下的子 发出了动员令 陈阳忍不住想要走出去 踹踹 迎战 这家伙莫不是脑子有炮 真的不会把自己的文明 带入宇宙深渊中吗 这样的蠢货 是怎么一次次的 在宇宙灾难中活下 又是怎么进化到 一级文明的 真错门得太气派了 宇宙之大 无其不有 他们最大的优势 是拥有记忆传承 陈阳感觉这个 古德母虫比较气派 甚至 有些怀疑 这样的二货种族 是如何在这个 险恶的宇宙环境中活下 并且 还拥有一级文明呢 听到系统告诉自己 这个种族 竟然有记忆传承的时候 心中无比的艳羡 人族是没有记忆传承的 无论父亲或者母亲 拥有怎样一天的才能 能够遗传给子嗣的 都非常少 有些甚至一点都没有 而现在系统告诉自己 这个二货种族 竟然可以遗传记忆 怎么能不让陈阳羡慕 试想一下 如果人类拥有 记忆遗传的天然能力 学习上面会少掉多少时间 等于说 每一代子孙 都可以站在 上一辈能力的基础上 再次运行 哪怕每一代都只前进一死 这么多年的积累下来 也积累了很多有用的信息 陈阳一瞬间想通了 这样来看的话 他们能够发展出一级文明 似乎也就不奇怪了 他们不只是拥有 记忆遗传的本物 还可以一时共享 所有的古德虫 都通过特殊的神经系统 和母虫建立了联系 母虫可以通过 这个中央神经系统 控制每一个个体 而且 个体的发现 也可以通过神经系统 传递给母虫 与其说古德星 拥有无数的古德虫组 倒不如说 古德星上有一个古德母虫 然后 这个母虫有无数的子虫分身 听到这个解释 陈阳心中更加震惊 这个可是比记忆传承 更加恐怖的种族结构 系统再次说 不但能够从上一代 传承有用的记忆 还可以通过中央神经系统 搜集个体中 有用有趣的信息 时间和个体的积累之下 它们能够发展出一级文明 也就不足为奇了 听到系统的解释之后 陈阳心中对这个 准族的轻视之星 顿时消失了 这种如果能够像人类一样 那母虫的大脑 简直就是超级大的 不但可以接受存储信息 还可以无限地收集处理信息 只要有科学的描写 就能够迅速发展 绝对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陈阳忍不住再次问 这么好的先天条件 这么多的时间发展 这么多的个体 竟然才发展出一级文明 是不是有点太过恐怕 系统再次解释 这样的文明比较 对世界没什么好奇心 母虫从上一代 承受了过多的记忆 很多东西不需要多想 只需要照做就行 所以很少会去探究 缺少了探究科学 最重要的东西 好奇心 没有了好奇心 它们的科学发展 都是顺其自然 所以也就不会发展太快 听到系统的警示 陈阳忍不住破口大骂 一手后 不知道珍惜 不过也懒得多管 这个宇宙中这么多种族 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命运 也都有自己的发展轨迹 并不是所有的种族 都像人类这样内置 了解了古德种族的母虫和个体 还有它们的身体特殊性之后 心中更加放心了 这样的种族给它们当手 更让人放心 不会出现反噬的情 随后 陈阳再次查看 自己的穿越者号的控制屏幕 屏幕上 那些外星战舰 正在快速地在宇宙中穿行 快速地朝着古德心而来 陈阳笃定 它们那些战舰 已经把自己的宋服调整到最高了 但是 在现在的看来 还是太慢了 竟然只有光速的60% 虽然在三级文明面前 已经算是很不错 但是 在我五级文明的穿越者号面积 还是不够看 陈阳脸上带着傲然 注意一下 它们很快就会到达 这次一共来了一艘星空母舰 两艘星际战舰 两艘星际艇 准备好怎么应对 应对 母虫还有底下的那些 各批古德虫 全都愣住 古德王虫对着陈阳树 拥进了特使大人 既然已经建立了合作 难道不该是你替我们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吗 我们完全听从您的指挥 我实在不想去 如果非要让我去做决定 我会让我的子民和兄弟 全都练好阵型 等待他们到来的时候 用最严密的阵型 对他们发起冲击 不管到最后结果如何 都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厉害 听到她的话 陈阳忍不住翻了的白眼 愤不得现在冲过去 一脚踩在她的脸上 德星 千千万万的古德虫 怎么就出现了 你这样的废物王虫 不过 她知道 给这些家伙说太多也没用 反正不过是三级文明 顺手解决了吧 正好也召告 所有DF187星域上 所有外星人 这个地方我召了 以后没事 不要在这里瞎转了 更不要对古德星 有什么非分之心 好吧 既然你这样说 你们就听从指挥吧 等到外星人降临 你们就好好地看着就好 任何古德虫 没有我的命名 必须按兵不动 不能主动出击 否则 我会直接出手杀了她 明白了 王虫对着陈阳给 放心吧 特使大人 您既然这样说了 我不接到您的命名 绝对不会让他们上去 听到王虫论话 陈阳才反应过了 这个种族是有一个 中央神经网络 王虫是可以控制他们每一个人 只要王虫不发谎 那些个体确实不会主动去攻击 不想玩心上的人类 千千万万个人类 有千千万万个小物 甚至 连他们养的猫狗 都有自己的消息 接着 陈阳就回到了 自己的穿越者号道中 反正还有几个小时的事情 索性小气了一会儿 等到再次醒来的事情 突然看到天空中 横着着五艘庞大的战舰 遮天蔽日 把整个天空都给彻底遮蔽 陈阳看着外面的情况 自言自语 到了吗 穿越者号上的制度系统 对着陈阳会报道 报告主人 外星战舰已经到了 听到这话 陈阳差点笑出声来 妈的 穿越者号的人工智能 也这么自信 威胁程度为零 陈阳有些不相信的 对着人工智能问 确认吗 他们就没有任何一个 能够威胁咱们的东西存在吗 穿越者号的人工智能 对着陈阳再次说 确认没有 对方是一个三级文明 连我们的护照都破不了 至于他们最厉害 最快的武器 在咱们的面前 也丝毫不值一提 宿主不需要出声 若对方发动了攻击 我足以应付 自己一击把漫八重的 飞船攻击到地面上 然后 那些一级文明的骨折虫 同样拥拥着 朝着漫八重的飞船飞 是 那外面的防护照 如同一道五行 没有坚固可摧的防护情意 把他们彻底的阻隔在了外面 而且 上面的激光光热 还击杀了那么多 朝着飞船冲击的骨折虫 陈阳有些好奇地问 三级文明冲击 五级文明的飞船 是不是也有点像 一级文明冲击 三级文明那样 束手无策 穿越者号上的人工智能 再次对着陈阳回答 不 你们更让人绝望 一级文明如果方法夺大 还是可以对三级文明造成伤害的 但是 三级文明想要对付 五级文明的飞船 几乎不可能 只有无知而又愚昧的外星人 才会对这样的方案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听到人工智能的回答 陈阳心中稍微放松了一些 未知的五级文明的特使 还请出来 接受我们的秩序 天空中 为首的一个个头 最大的空间母舰上面传来一道宇宙 通用于祖宠的语言信号 很显然是要陈阳现身的 陈阳愣了一下 随后嘴角闪过一丝冷笑 现身 陈阳对着穿越者号飞船下达语音命 随着他的声音落下 穿越者号再次出现 因为之前躺在里面休息 所以 高度并没有太高 再加上本身穿越者号的个头也 在曼巴虫的星际母舰的服势之下 显得更加弱情 最大的星际母舰上面传来一道宇宙 陈阳声音中带着冷笑 对着星际母舰反论 你们在质问我 是的 您作为五级文明的特使 来到我们掌控的星域 你引导我们的母星报导 在我们的引导下 进行星际航行 同时上报星域文明排派 防止出现宇宙间的文明纷争 可是 您不但突然出现 而且 还在我们的殖民星球上 杀害了我们曼巴虫前来收生存税的官员 您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虽然您是五级文明的特使 但是 我想告诉您 这里是DF187星域 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不会允许 其他星域的外星人在这里无作非为 这一次 您必须明白 这次 从那星际母舰中传来了措辞更加严厉的警告 甚至还对着威胁 对方的这一波操作直接把陈阳给弄得猛了 陈阳忍不住问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五级文明可以保留随时抢国的权力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些外星人和咱们有科技代查 应该会很害怕才能 他们怎么回事 怎么不但不害怕 反而还挫着着严厉的调习 难道这里不懂得尊重强者 不懂得星际礼仪 系统解释出生牛 独不怕 越是无知 越不知道境外 更何况 他们有星际高等文明裁判的独立仗 自然不怕 所以语气上冲了一些 也可以理解 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加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听到这话 陈阳一论 随后迷带过来 再加上刚刚听到的穿越者号飞船 对这只虾兵蟹将的评论 心中的底气更独了 随后 飞船直接拔高了高度 拔高到比那些万八重途的飞船更高的高度 而且 这个拔高几乎是在瞬间完成了 甚至 在原地还留有穿越者号的残影 这神术鬼没的能力 把刚刚对着陈阳质问的外星人吓了一跳 但是 想到这个地方是自己的地底 想到这次自己带来的舰艇 再看到对方形单影制的一个宇宙飞船 心中底气又足了一些 正要开口 却听到了他面前的那个宇宙飞船上再次传来了声音 现在你们是出发 现在 给我道个歉 说 错了 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大点的壳子 或许 还可以留下一点点遗传物质 如果你们的人过来收尸 或许 还能利用基因技术 留下你们这些垃圾的遗传信息 听到陈阳的话 曼巴虫族的指挥官杜卡尔脸色瞬间变得难看 特使先生 您确定要把关系闹僵吗 别忘了 这里不是你所在的星云 这里是DF187星云 是我们的主场 我们有五艘战斗舰 而您只有一艘极小的飞船 无论从哪个角度讨历 您都没有任何的优势 如果有的话 可能就是您的飞船科技含量更高一些 可是那有如何 不过是速度快一些而已 对最终的争夺起不到任何好的理解 曼巴虫族不关杜卡尔再次警告的 这我们还愿意和您谈判 您最好认真对他 否则 我不敢保证是否会有个好的事情发生 这次过来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 一个五级文明的伤组 对武器伤了他们的飞船 还伤了他们的税务员 还有比这更好的敲诈借口 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伤害 难道不该付出代价吗 难道不该给予补偿吗 五级文明又如何 他不相信对方的武器 真的可以彻底损灭他们所有 更何况 是这艘突然出现的飞船先挺新的 这事就算闹大了 闹到半人马兴系文明裁判 他们也有充足的理由 一点不会理亏 想到这里 头上的触角再次动了动 拿出了更加强大的气势 然而 警告结束 他没有看到那个五级文明的道歉和服软 而看到了一道白光 接着 就发现跟着自己一起玩 站在自己身后的一艘圆形的宇宙飞艇 直接毁了一个巨大圈 轰然一声 直接从空中砸到了本人形上 杜卡尔傻了 动手 他们竟然敢先动手了 你们不怕星星裁判所的制裁吗 指挥官杜卡尔直接傻眼了 他们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 竟然被这个外来的外星飞船给攻击了 纵然是五级文明又如何 啊我的飞船是那么小 况且只有一艘 而且 从外等待 连最基本的的武器装备都没有 飞船通体都是光滑而又完整的剑 没有看到电磁武器 没有看到激光武器 甚至 整个飞船看起来也比较 通 就这就感觉他们发起攻击 未免太拖大了吧 杜卡尔对着全阳强硬的 外星客室先生 你们主动对我们发起了攻击 导致我们的一艘飞船坠落 我们必须复缩 而在他喊话的时候 星际武器还有旁边的战舰 也都调整了最新飞船机 一个更又短又粗的激光武器 同飞艇上漏了 全都对走了全阳所在的飞船 地面上 那些古德虫看到曼巴虫的飞艇被击中 落在地面上 脸上闪过得意 但是 看到曼巴虫的飞船 把激光武器对准锁定 陈阳所在的穿越者后 一个个愤怒不已 口中巨大的口气不停地吼叫 一个个甚至都在蓄力 一副药冲上来 与他们拼命地架势 陈阳忍不住心中夸赞 这些虫子憨是憨了点 但是 还都挺真诚 虽然是一些笨虫子 但确实算不错 没有格案光武 袖手旁观 更没有坐山观虎斗 这一点让陈阳心中比较满意 陈阳对着古德星王虫说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激光武器 还伤不到我 让你的人都不要乱动 不用做无谓的牺牲 古德王虫微微一乐 随后 对着自己的子民发送了一个信号 本来准备起飞战斗的那些虫族 全都收起了自己的肘 而那些站在地上想要跳跃起 现在也再次把身体压了下去 虽然收起了跳跃的姿势 但是 却依然保持着最佳姿势 一副随时要跳起的样子 陈阳看着眼前的那些飞虫 脸上闪过冷笑 随后再次对着曼巴斯的非常好 你们还不知道什么叫五级文明 是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五级文明 今天 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如何 指挥官杜卡尔再次对着陈阳强硬的事 五级文明有什么了不起 无妇是飞行的快一点 逃跑的时候可以逃得远离 其他 啥也不是 更何况 你现在只有自己 而且 在我们的主场 难道还想翻弹不成 现在 立刻降落 走出船舱 向我们投降 或许 我们可以给你保留生存权 哈哈 陈阳忍不住眼天大笑 只是速度快一点 多不可笑的言论 既然如此 那就给你们长长见识 对了 别忘了打开你们的中央控制器 让这里发生的一切 让你们的大后方全都看了 免得到时候我去你们大后方的时候 你们的指挥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甚至以为我在吹牛 指挥官杜卡尔听到陈阳的话 气愤不已 你会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替 随后 指挥官杜卡尔对着全体舰队开始下达作战命令 超能激光炮准备 放 修 粗大的激光束如同利剑一般朝着陈阳的那艘穿越者号飞船飞了过去 光速快速 眨眼 连眨眼的机会都没有 瞬息间 已经击中穿越者号所在的方位 是 想象中的 激光武器被陈阳所在的穿越者号给打 筛子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可是指挥官杜卡尔却是对着手下一脸震惊的问 怎么回事 他的飞船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陈阳冷笑一声 嘲讽的声音出现在杜卡尔面前的指挥台上 你拿激光武器去攻击一个拥有超光速的飞船 不觉得脑子有炮 路卡尔大将 你现在是静止撞的 如此短的时间内 你的速度能够达到光速 不可能 虽然他们只是三级文明 但是 对光速文明 甚至对五级文明还是有些了解的 想要如此短的时间内把速度提升到光速 加速度将会达到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 他们的材料绝对达不到如此高的强度 就算他们的材料可以达到如此之高的强度 但是 飞船里面的宇航员呢 能够承受得了如此庞大而又恐怖的加速度 陈阳吃笑一声 你还不是蠢到义无是蠢 接着 身体在另外一个地方现身 而刚刚的那个分身竟然只是一个影像 杜卡尔神色一领 满是愤怒 光影假象 刚刚的光学假象 不但骗了他们的眼睛 还骗过了他们的探测器 纵然你有光学假象 可是 你不可能一直欺骗下去 杜卡尔说完 又下一道命令 超能激光武器准备 放 休 休 休 那些粗大的激光带着电磁锅朝着陈阳那里冲击而去 和刚刚一样 那粗大的激光武器 甚至那电磁武器击中穿越着 没有在上面留下一点 甚至连他们的外皮都没有操作 指挥官杜卡尔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遗弃 有些不可思议 这怎么可能 刚刚明明已经击中 为什么没有一点反应 看来你对五级文明的科技 一无所知 所谓的强大的激光武器 所谓强大的电磁武器 在五级文明面积 如同小儿科一般 你根本不知道五级文明到底有多强 竟然就敢在五级文明面前大谎决死 真是可笑而又该死了 这一次 陈阳还没有说谎 系统的声音直接响起 声音中充满了霸气和自讳 仿佛 现在在穿越者号面前的不是一个三级文明 而是一个啥都没有见过的神秘 微观杜卡尔愣住 听到系统的话 整个人眼睛睁得贼大 杜卡尔震惊了手 超过激光武器的能量不死之后 再加上电磁数攻击 根本就是无几攻击 不可能硬生生的疼性 还蛮好 系统再次对着杜卡尔冷笑着说 所以说 你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傻逼 你以为超能激光有很大的能量 你以为电磁数攻击无几 愚蠢 你的这些认知 就和你们物理中的 光速无法超越一样可笑 杜卡尔激动的浑身颤抖 不过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出 陈阳笑着说 既然你已经表演了这么多 没有办法把我怎么的 我也该展示一下 放心 我的方式没有这么复杂 我喜欢用最简单的方式 来解决一些看似复杂的问题 说完 就在那些曼巴虫惊恐的野灵舰 发动了穿越几号 而后 在他们惊惧的目光中 直接在空中留下一道残影 杜卡尔浑身汗薄到此 如同见鬼一本 随后 对着自己的舰队大喊 散开 快散开 他们要撞击 快散开 接着 杜卡尔所在的星际女舰 还有身后的三艘战舰本IV自行排开 现在听到了杜卡尔的提醒之后 一个个飞船的尾部 吞出蓝色的尾燕 接着快速启动 离开原来所在的位置 陈阳吃笑一声 在超光速飞船的面前 你们这些亚光速飞船想要动 岂不是痴心妄想 砰 终于 那在太空中急速飞行 甚至 比光速还要快地穿越之后 在空中划过一个完美的弧度之后 突然掉头转弯 然后 一下狠狠地撞击在了 排在最后面的那艘球形太空艇 一道璀璨的火花 直接在空中炸火 如同放了一个巨大的燕火一般 指挥官杜卡尔对着陈阳再次隔空横马 客室先生 停下 我们需要谈一谈 不过他的声音中满是求饶的语气 虽然基本维持着自己的听 但是 从他的声音中 已经听出了其中的服软求和的意义 陈阳冷笑一声说 谈 谈什么 不需要 我喜欢你们这样极要不许 慕哭一切而又夜郎自大的意义 我只需要把你们撞碎就好 其他的 不管不早也不需要管 随着他的话语弱子 杜卡尔就看到了在面前的宇宙中 到处都充斥着那个穿越者耗子 仿佛天上到处都使 先星炮准备 西方炮准备 定向轨道炮准备 杜卡尔忍耐着心中的怒气 对着空气嘶吼地下达了命 哼哼哼 所有的武器都在太空中炸起 而那些残存下来的影像 却没有受到一点点的伤 陈阳冷笑一声 用宇宙托用语对着杜卡尔再次吵吼 这就是你们的实力了 哟 太弱了 让你们再感受一下被五级文明盯向的 哼 淹没在了巨大的爆炸光线中 又是一艘战斗舰艇被撞了的风险 从舰艇到那个舰艇上飞行 一点都没有剩下 指挥官杜卡尔对着陈阳大吼 声音中满是懊悔和恐惧 停下 给我停下 我们愿意喝彩 这就是五级文明的实力吗 为什么和之前他们得到的介绍不一样 为什么之前他们都认为 那些五级文明都是贪生怕死之徒 为什么在既往的宣传中 五级文明从来都是不堪一击 可是现在这个情况 就算傻子也知道 优势在哪一方 陈阳冷笑一声 再次用宇宙公用语对着杜卡尔说 停下 你觉得现在的我们 还有停下的可能和停下的必要吗 你想怎么样 杜卡尔对着陈阳怒吼 我们可是半人把高等文明裁判所里面 被案在侧的宇宙文明 你无权对我们攻击 而且 你的行为 也会遭到高等文明裁判所的 所有会员国的抵制和怒气 陈阳笑着说 别急 马上你就知道我想要做什么 随后 穿越者号再次转了一个弯 然后朝着紧剩的那个 曼巴虫族的星际母舰撞击了过去 砰 又是一个巨大的烟花秀 随后 除了刚刚那个因为得罪了陈阳 被光子抛击中而重重坠落的飞艇之外 其他的包括母舰在内的所有的舰艇 全部被撞击爆炸 看着坠落在地面上 已经变得残缺不全 甚至只剩下废掉的壳子的那些舰艇 陈阳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陈阳冷笑一声 这才是五级文明的形式准则 能动手 就别吵吵 地面上 古德虫族的那些虫子 看着陈阳刚刚在太空中大杀四方 一个个激动的手舞足蹈 口中不停地发出咕咕咕呸嘚嘚的叫声 古德王虫则有些遗憾的说 可和我没有这样的飞虫 否则 无论来多少曼巴虫族 我都让他们有来无回 而且 以后 谁要是敢再向我们收取生存水 我就用飞船撞击 保证那些混蛋再也不敢过 他的眼神看着陈阳阻驾驶穿越着 眼神炽热 陈阳痴笑一声说 你们如果有这样的飞虫 也没有哪个种族不开意 敢对你们征收生存碎 王虫对着陈阳说 会有的 只要我们的科技能够发达 就一定会有这些飞虫 是比这些飞船更好飞虫 不过 研发那些东西 真的好不聊啊 母虫再次说到 哪怕都是我的子民在做 可是 我光是看着都感觉有些难以接受 还是不做了吧 享受宇宙生活才是最好的选题 陈阳愣 他现在对古德虫这么好 无法诞生更高科技 已经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 陈阳总结吧 妈的 除了缺少好奇心之外 还懒 出奇的懒 接下来 陈阳的飞船再次落了下 不过却落在了 刚刚那艘曼巴虫的 球形战舰的旁边 那个圆形飞艇的人 走下来对着陈阳破口打骂 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替 我们曼巴虫亲近所有 也会让你为今天的所作所为呢 是吗 既然这样了 那就更有必要去你们的母亲看 陈阳说完 从后 抬起手臂 砰 一个手里砲 直接把曼巴族球形战船 还有所剩不多的羽生 炸了个粉碎 在最后一个圆盘形的飞船 被陈阳击落 甚至彻底摧毁之后 这个地方彻底变得安静了下 现场 那些古德虫还有线鸣 显然是没有从刚刚的震撼中 回过神来 陈阳开着穿越者号撞击 没有让他们感觉震撼 刚开始的光子炮 也没有让他们震惊 可是最后一下的手里砲 却把他们给弄得愣住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强大的剑底 在陈阳台水间消灭了 人干干净净 那种冲击力太大 让他们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这样的话 古德王虫又在那里做白人吗 陈阳忍不住说 有不可能用 如果你们这样一直懒散下去 古德王虫有些不情愿的武 想要拥有这样的武器 必须要全民动力 发动起来努力干活 陈阳知道这货的懒来又发动 不过还是劝说道 如果不努力 不可能拥有这样的武器的 就算给了你们 你们也不能长久地使用 无论是维修还是维护 都需要相当复杂 而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听完陈阳的解释 古德王虫连忙摇头 有些颓废地说 那算了吧 不要了 还是我们自己的嘴巴 最后不需要努力 直接自动长出来 可陈阳看到古德王虫的反应 他恨不得一巴掌 把这个混蛋直接打死在地上 他忍不住想要骂他一顿 就这样的想法 怎么能够领导一个种族 就这样的种族 又怎么能在充满残酷 竞争的宇宙环境中生存性 不过 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 这个种族虽然混蛋 虽然懒惰 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可是 他们却没有无休无止的内耗 也没有复杂而又肮脏的政权更迭 所有的社会财富和生产资料 都在生产出来之后 在王虫中央系统的分配 得到最优化的分配 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纷争造成浪费 更没有贪得无厌这一事 相比于他们 人类在这方面却做得相当差劲 如果 用他们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 是不是会觉得人类社会 还是与所没有笨蛋 陈阳对着王虫说 我会给你们 科技升级所需要的各种科技技能和技术 但是 这些都需要你们自己去摸索学习 想要和你们自己的条件相匹配的 还需要做具体的结合 他已经抬起了自己的手里 如果这个混蛋王虫感受太大 连这些技术都不愿意学习的话 他不介意一炮将这个混蛋轰成渣 既然没什么用 就没必要留着浪费宇宙资源 新的科学技术 辅得王虫的口气再次补动力 似乎有些兴奋 在哪里 我看看适不适合我们 听到这会 陈阳才算稍微欣慰了一些 等一会儿 随后 陈阳就把二级文明所需的各种重大的技术和标准 还有一些科学理论快速整理汇聚 全都汇聚在了一个存储器中 真传一句话 假装万卷书 其实 看似浩如烟海的书籍 看似厚重的学科 其实追根溯源可能只是一个公式 一句话 比如万有引力 比如智能方程 比如质量手 能量手横等等 至于那些文学 艺术 经济 法律之类的东西 不需要 红统不需要 这个地方要个屁的艺术 至于法律 陈阳不相信王虫掌控了所有重组的地方 需要那些个冠冕堂皇 看似无懈可及 实则漏洞百出 看似逻辑严密 实则狗屁不通的法律条文 很快 在陈阳精心挑选的那些知识 传输完毕之后 汇聚到了一个存储器上 陈阳把那个芯片交给了古德王虫 所有的科学理论和技术 都是阉割版的 比如有智能方程 却没有非欧几 所有的理论基础 涉及的数学知识 陈阳一律删除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陈阳对着古德王虫问 好好看看 能不能看懂 古德王虫点头回答 好嘞 随后 就看到那长长的爪子 接过存储器 然后 直接把它放在了 自己的触角上面 然后 那看起来平平无奇的触角 这个时候直接发出蓝色的光芒 接着 就如同蓝色的水晶 一般发出晶莹的光芒 如此过了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那个存储器就被取下 触角上的亮光也消失了 陈阳看着眼前的这神奇的影 完全静待了 结束了 古德王虫有些兴奋的说是 尊敬的特使先生 感谢您附送我们的科学技术 我们会尽快完成整体升级 有了高级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 我们就可以省下更多的时间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也可以享受漫长的时光 自己的种族是不容易 类似类活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这些东西全部消耗 最后更是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才把这些科学技术 转变成真正的科技实体 他们就这么两株 触走这么一阶级 就这么好了 完成了夺取了 还可以通过母虫的中央系统 完成升级 陈阳心中忍不住懒叹 狗日的古德族 这也太一天了吧 这个种族懒惰是理所应当的 他们不求上进是应该的 这样的种族 如果像人类一样有好奇心 又贪得无厌 这整个银河系的 之前自己还嘲笑这些混蛋的 现在发现 造物主果然是风品 是懂平衡的 做完这一切 古德王虫的口气再次动了头 特使先生 感谢您的赠口 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能够达到二级 我们计划在未来一千年的时间 逐渐把那些原有的替代 古德王虫对着陈阳震动的说 不 我自己已经完成了升级 后面就好罢了 您给了我们这么多 我们愿意和您长久的合作下去 陈阳同样正重的是 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 这样的准备 而且 还是在他们金格宇宙加拿过 如果真的想要发展 估计很快就可以崛起了 谢天谢地 他们是一群懒蛋 随后 陈阳心意一动 一个巨大的箱子出现在了外面 这些就是我们联系的设备 超具量子速通讯 通过这些通讯 我们可以完成实时通讯 另外 为了保护你们的安全 我决定在这里留下一些监控设备 帮助你们检测外太空的威胁 陈阳又提醒 一旦发现有外太空的飞旋登陆 或者有外太空的飞行器进入 这个监控设备都能够把那些飞行器完全 从而对你们发出警示 不用 完全不需要 如果有外星人想要战斗 我们将会送别到的 听到这话 陈阳恨不得抬脚一脚 把这魂球给踹死 妈的 这混蛋早晚把古德族用绝逐 陈阳说 不能轻易和外星人开假 毕竟 你们的实力还太弱小了 而我又不一定能够及时感到 所以 你们能忍责人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古德王虫一脸的困惑 人 这是个什么东西 在他的字典和思维模式里 压根就没有人这个字 陈阳懒得和他多说 既然是合作关系 你们的所作所为 就要征询我们的同意之后才可以 否则就是违背契约精神 是对我们最大的不尊重 好的 保证先征求你们的同意 再采取行动 这是我们对合作伙伴的尊重 也是我们的契约 听到古德王虫的这个捧着 陈阳的嘴角露出了笑容 这才是他想要的结果 恭喜宿主 完成首个外星殖民星球的殖民 奖励四级文明区域飞行技术 奖励四级文明生态系统 奖励四级文明生物进化药剂 奖励星系飞船碎片四十分之二 奖励科技点一百万 这时 系统的声音在陈阳的脑海针突然响起 把陈阳直接给吓了一跳 陈阳对着系统告认 完成外星殖民星球的殖民 就直接给奖励 你怎么不早说 早说的话 我之前高低也要殖民一笔 何必拖到现在 系统对着陈阳解释 虫族拥有强大的母虫神经系统 而古德虫又是虫族之中少有的讨贫种族 具有完全殖民的契机和条件 若是换作其他种族 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 听到这会儿 陈阳不由的一愣 系统说得不错 若是其他种族 仅仅依靠自己的这艘穿越成号飞蛇 想要彻底的留意 而且 还是没有充足光伏能量的情况下相当困难 也就是碰到了古德虫族这样的傻帽 才能完成这一期 如果以后完成对其他种族的殖民过程 是否能量会获得减少 陈阳再次激动地对着系统 之前还在发愁 怎么提升整体的运势 现在突然就有了一大波紧急 这 真香 如果宿主能够完成科技殖民加文化值 可以获得更多的奖 这次只有科技殖民 为进行文化殖民 奖励相对少了30% 陈阳震惊 啥 就这还少了30% 啥是文化殖民 系统对着陈阳寻寻战右头 宿主可以选择将蓝星的主流文化价值推广 殖民心思 如果推广成功 可以获得100%的奖励 而且 可能富有隐形奖励 隐形奖励 听到系统的话 陈阳两眼放光 随后直接沉浸在自己的脑海中 只见 此刻在自己的意识深处 漂浮着一个个发光的光团 毫无疑问 这些光团就是那些奖励 包括驱律飞行技术 包括四级文明生态包 包括文明进化药剂 还包括星系飞船碎片 现在自己乘坐的穿越着 不过是星系飞船 就已经强大如斯 如果是星系飞船 又该强大到何种地步 到时候是不是可以直接跨越星系飞行 不再像现在这样 只能在星系之间慢吞吞了空气 30倍光速 听起来是一个极快的速度 可是这个速度如果放在宇宙池 就显得不值一提了 一直到现在 有了光子燃料的知识 才敢飞出太阳系 上次距离蓝星太阳系 飞出了五光年的距离 这次也是差不多 而整个宇宙目前已知的直径 是一千亿光年 自己探索的距离连一分之一都不到 不够 远远不够 如果想要飞得更远 探索得更多 必须要有星系飞船 加快殖民速度 加快进阶速度 这样才能尽快地获得星系飞船碎片 尽快获得星系飞船的奖励 连穿越者号这样的星系飞船 都已经达到了五级文明的程度 如果是星系飞船 又得是什么样的文明等级 又拥有怎样超越想象的能力 陈阳绞尽脑汁 想要把那星系飞船想象出 可是却还是想不透 突然 古德虫的声音在陈阳的耳边响起 特使大人 特使大人 陈阳终于从沉浸的状态中苏醒过 陈阳对着古德王虫问 什么事 古德王虫说 特使大人 我们刚刚收到了曼巴虫族的星际信息 他们向您发出了邀请 希望您能够去他们的曼巴星球去 他们有事情找 曼巴星 陈阳皱眉 古德王虫解释说 就是您刚刚杀掉的那些舰队的母星 那里是曼巴星的了 虽然 现在他们已经在外开替了其他星球 但是 那里依然是他们王虫的主要棋居地 陈阳冷笑一声反斜杠 看来他们是不大福气 被我杀了这么多 还想找事 特使大人不用搭理他们 你就在这看看星球 享受一下曼妙时光 陈阳转而又问 如果我不去的话 是不是在我离开之后 他们会掉头打你 古德王虫却是一脸兴奋的水 特使大人不用替我们担心 他们要是赶来 我们一定飞上去和他们拼命 陈阳被他的反应器的过口打满 说 就是你要飞上去和他们拼命 所以老子才担心 算了 我还是去探论 我倒要探论 这个曼巴族为什么这样牛逼 老子连四级的墨西图文明都敢抽他耳朵 看一个小小的三级文明 哪里来的底气 这么给我说话 陈阳的心情很不错 因为他得到了久违的四级文明的趋力科技 也得到了其他四级文明相关的技术 这意味着以后 他们就可以进入四级文明 并开展四级文明的运动 可以探索更加遥远的信息 也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方式 在面对那些光速文明的时候 拥有了与之一战的能力 甚至 在某些方面 可以对他们形成碾压之势 但是 同时 他也很生气 小小的三级文明曼巴族 竟然叫嚣着要让他付出代价 要让他们前往曼巴西图人 怎么 难道还想要在那里设想 还想对他进行伏击不长 陈阳对着西图再次为了 如果曼巴族真的利用他们的现眼科技 对我进行伏击 能否对我造成伤害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曼巴族的飞船落地之后 古德虫族能够对他们造成伤害吗 连最基本的外面的宇宙飞船的能量保护罩都打不破 更何况对他们造成攻击了 而三级文明曼巴虫 与你的穿越者号的文件代差 可比古德虫与曼巴族之间的科技代差还要大 他们能够对你造成伤害吗 听完系统的回答 陈阳更不简 那他们哪里来的自信 竟然敢通过古德虫 对我传递信息 要让我过去 无知者无畏 这个曼巴虫应该是这一片星域的地头石 常年的科技霸权 给了他们一种错觉 他们是这个地方的霸主 也永远是科技的霸主 所以 现在即使面对你 即使他们知道 你可能拥有更高文明的科技 依然不把你放在眼里 这是愚蠢 但却是不可避免的愚蠢 只有超高的眼界和见识 才可以弥补和治疗 但是 这种超高的眼界和见识 却不是这种穷乡僻壤的香巴楼可以拥有 陈阳还是有些担忧着我 那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前往 当然可以 宿主可以直接把飞船堆到他们的脸上 陈阳笑着说 那我要尝试一下 做坏人 这事虽然不怎么在乎 但是 心里有些跃跃欲失 而后 陈阳和斧德虫这边直接道别 记住 别忘了定期维护我的超级量子 如果没有能源 别忘了往里面添加 有事情 可以及时向我汇报 手照着 出了事情 就把我昆仑族的名号 放心吧 特使大人 我们保证在尽量定期维护超级空讯 但是 您知道 我们天生懒死 到时候 如果忘记了维护 导致过了维护时间 还请您提醒效果 至于这个二级文明的生子 我们也会尽快完成 争取通过这个二级文明 让我们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陈阳对这些躺平的臭血 已经懒得多说了 和他们结束了对话 直接再次进入穿越车号道 随后 直接驱绿航行 全速前进 朝着万八星而去 驱绿航行是枯燥的 已经设定了智能航行 几乎不用管理航行的驾驶操控 所以 陈阳就把自己的意识 沉入到了自己的二级 自己文明的信息当中